这也太麻烦了 我要把它给剪掉 不要剪啊 等一下 老板 这不是弹仔派对安静书吗 可好玩了 干嘛要剪掉它呀 因为它有这么多页要做 实在太麻烦了 看得我脑壳都疼 我最喜欢弹地书了 不然我来帮你做吧 真的吗 要是你能在打烊之前 帮我做好它的话 我就让你免费挑五个弹仔盟盒 还能额外送你弹仔分享本 真的假的呀 你问你 交给我吧 走走走宝子们 回去做弹仔安静书了 只要做完一本弹仔安静书 就能换一二三四五个弹仔盟盒了 这也太转了 车炉的还没打烊 咱们赶紧开动 这么多页 做法更有点复杂 我就先把主体卡业直接给抠下来 全部撕下来以后 再给它们来个连连贝贝 连连合并好以后 在夹缝中间塞满棉花 嘿嘿 每一个夹仔都塞得咕咕的 这样以后 再把夹缝给粘去出来 这只小飞也都会做完啦 把它们中心团阻振在一起呀 这个老大兵 这本质都要终出好了 接下来把这些小配件 全都给摘开啦 在它们的背后 全部粘上双面胶 小袋子全部准备好啦 咱们现在组装卧室 小被子盖上 再把蛋黄放进去睡觉 给一个也抓上小门 把这件衣服抓进去 等下来起床的时候呢 就去给它换上衣服啦 每一套都超好看哦 洗衣间的小贵门也要装上 小花一个也爱装上 再把这些衣服洗走啦 把冰箱的门也装成门擦锁的 然后在里面装门好吃的 装上厨房门 咱们在那里洗水间 换完东西 衣室也不能忘啦 小薯桌也介绍 这二套仔就能坐进去 开书啦 再来的小段地 不行啦 你怎么看着看着书 还是会发生出来了 好啦 这一家的蛋仔派对书 总算是完成啦 里面的机关书 那是太多啦 在人家的家 真的超豪华呀 这两天就叫 小男子老板换包盒啦 做不做 老板老板 你的蛋仔派对安静书 我给你做好了 现在我是不是 可以拿走五个蛋仔盲盒了 哎呦喂 做得不错嘛 不过我这边已经打烊了 你来迟了 只能给你一个分享本了 啊 老板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我说五个蛋仔盲盒的 除非现在有人帮你点小猩猩 我就能让你拿走盲盒 别人小猩猩 没问题 我的小伙伴们 肯定会帮我点的 快点快快快 快点点小猩猩啊 小猩猩就飞了 老板你看 这都是我的小伙伴们 帮我点的 现在我可以拿蛋仔盲盒了吗 哇塞 这么多猩猩 那好吧 你随便拿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先拿两个第九蛋 再来两个第六蛋 最后再拿一个第三蛋 差不多了 走走走 回去拆盲盒了 这个特别快点 快点准备出 这么多东西 我拿到了一个蛋蛋 不小粉 不是从青春 得付了 抽到影像卡 又给了车子了 再上这些 咱们先从第三蛋 试试看 好吃 不行 真的 快点找到这只 一只小瘋狂花蛋了 拿出来 猩猩 啊 猩猩吧 你愿意再抽到 任何一个异色款 都可以啊 来吧 吃鸡 嘴猩猩 猩猩 像狗鞋云啊 不过这只虽然是 普通款 但长得真的很好看啊 红封小花红 越超级的美 下一个 看 拜托给我一个异色款 来吧 这谁是谁 啊 四位猫猫 哈哈 又不是异色款 我们来 不认为这个四位猫猫 长得好猫啊 看你看了一些 这对小哥眼睛呢 不错不错 这两只 都挺好看法 接下来是眼和地鞋的 请愿不得冰雕或者冰雕呦 拜托让我重新参考 自开 出来吧 哦 这又是嘴猫 哎呀妈呀 这小嘴猫找了眼睛猫啊 好像一朵冰淇淋啊 再咬一口 再来 出来吧 哦 吃鸡 我的车呢 继续参考 哎呀妈呀 干脆拿出来 哦 哎呦 我干了吧 继续参考就是不一样了 整体都是小姐的呀 但是这里还有个粉丝的ID 红热还踏了一只小猫肉呢 连帽子上都刻着地铁带的主机喜欢 终于让我重新参考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